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前香港精神强调一个捱字 遇到困难之后是用十多年的时间去捱 这个过程也未知结果是如何 以前香港精神的一代 会比较白手兴加 从零开始 现今社会有很多人 家人已经铺排好一条路 就算输你怎么输也有 安全网 我觉得新一代应该多点尝试 因为他们没有试过失败 也害怕失败 选过香港精神 站出来告诉别人 其实我也是在失败中成长 我记得有一次我心急想尽快做到人体上升 挂两个牙铃在脚上沿随 然后自己秤自己 过度训练令自己伤了 这里整个皮和肉都剷掉了 我那天回到睡房里哭 我究竟要做什么呢 做教书就很滴滴 那一剎辣真的想放弃 离开了 幸好我同期有一个师姐 她说如果你能够成功 你觉得这份工作不适合你 你离开 你昂然阔步走出去 但今天你因为质疑自己的能力 而去离开 然后硬给自己的借口 说自己不适合 你连这个工作都没做 你就离开 我看不起你 当时我就想 对呀 我狐狸方没理由 没理由坏了 好 接着我就紮实 拿着花士领 涂着手 扎着纱布 再继续去练 那当然成功毕业了 直到今天 进来受训的一班男子汉 可能头考时打算 我进来的时候就是 做一个硬朗的花纹 突然眼前看到一个女士 很奇妙的化学作用 就是当我每次都这么说 如果我做到 你做不到 你隔着 他们就立即什么都做到了 失败越多 我信心里就开始培植出来 因为你试过那些小失败 你每次都会想办法去改善 不同的失败程度 如果只要你肯去改善 还有去加油 我觉得是 变成越来越强壮 而且越来越有自信心 是 想当年 只有我一个女孩 永远都要跟着在男孩后面 没办法 你一跟就跟 黄金宝 去那边 高那么多班 一定是很辛苦 初初去给世界部 我都会是很害怕的 我很质疑自己 阿宝跟我说了一句 你最后这样又怎样 人家都不认识你的 你就踩到最后 没什么的 你踩多几次 你慢慢一步一步 一位一位地升上去 你是一个进步 你要认清自己 是有进步 首先自己要接纳自己 这集就会是很有变化的 今天很会的 你每个人都会有淹気 ание 最后一位 究竟 想 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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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